太平洋上空,冷战的余温还未散去 雷达屏幕上的威胁正以全新的速度逼近 苏联的新一代战斗机让美国第一次意识到 第四代战机的规则已经不足以保证空中优势 在这种压迫下,一架外形截然不同的原型机被推上跑道 它没有传统的垂尾线条,也没有夸张的机动展示 机身修长,异形诡异,尾部几乎没有高温尾燕的特征 它看上去更像一架来自未来的高速武器 而不是一架准备缠斗的战斗机 这就是YF-23 黑寡夫2 它诞生的目的不是炫技,而是回答一个冷冰冰的问题 在雷达与导弹主宰天空的时代 一架制空战斗机真正需要的是生存,是突防 还是绝对不可能被发现 然而,这架拥有大胆气动布局 先进隐身理念与高速雄航能力的原型机 最终却输给了外形更传统 设计更保守的竞争者,F-22 它的试飞成绩并不差,技术也并不落后 可它仍被美国空军放弃 像一条被人为掐断的技术分支 被遗留在历史的岔路口 为什么一架更未来的战机没有赢 它的设计逻辑究竟比同代对手超前在哪里 如果它被选中 今天的制空体系会不会是另一副模样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从它的使命 它的气动 它的隐身与它的失败 重新审视这架被封城的答案 YF-23 1980年代中期 美国空军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们不再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苏联的新一代战机已经成型 米格-29带来近距离格斗威胁 苏两期则在航程、机动与雷达性能上全面提升 这意味着美国在未来空战中将第一次面临绝对的对手 而不是技术代差下的碾压 更糟糕的是 苏联防空体系的性能也在快速跃升 制空战斗机不仅要对空优势 还要必须在密不透风的防空网络中活着冲进去 再活着飞出来 在这种压力下 美国空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指标 这就是ATF计划 它的要求冷酷到几乎理想化 在敌防防空体系未瘫痪前进入战区 要比地面摧毁更早一步建立制空权 超音速巡航而非依赖加力气冲刺 速度要可持续而不是顺势爆发 隐身不仅是表面涂层 而是结构层面的低可探测性 雷达、红岸甚至目视特征都必须压到最低 信息战时代的畜形 战机必须在感知、接敌与射控流程中占据时间优势 而不是依赖飞行员肉眼与反应 换句话说 ATF要求出现一种不再依靠空中格斗取胜的战斗机 它要做的是先发现、先锁定、先攻击 并尽可能避免被雷达看到 机动性仍然重要 但它已经不再是决定胜负的第一优先级 在这样的任务哲学下 YF-23的设计方向极为明确 它不是为了空战表演 而是为了在敌人的雷达世界里消失 要赢不只是靠机动 而是靠被发现的更晚 暴露的更少 空战的更快 撤出的更干净 因此 当YF-23出现在跑道上 它从第一天起就与传统战斗机分道扬镳 它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如何压制对方机动 而是如何不让对方有机动空战的机会 YF-23的外形看起来不像为战斗而生 更像为隐身而被雕刻 它的机身戏场翼展成菱形 侧面线条被刻意拉平 所有轮廓都像在对抗雷达波 这种外观不是审美的玩弄 而是工程师 把怎样少被雷达发现 写进每一处设计的结果 设计是把发动机叶片 舵面边缘 机舱与进气口这些传统的暴露点 一一收敛 是为了让飞机在敌方的雷达感知链上 变成一段模糊的噪声 而不是一个清晰的目标 进气道不是随意设计的通道 而是刻意弯曲的通路 把发动机藏在机腹深处 风扇叶片对雷达来说是最亮的灯泡 只要能把内束光藏起来 雷达回波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YFR-3把可见的硬边与反射面尽量远移 用曲线和过渡面替代直角 降低了从不同角度被捕捉到的概率 与此同时 尾部并没有传统的高温喷口暴露 那种火焰式的红外被分散 冷却与定向处理 目的是在热成像和最终导弹面前 少留下一点可供锁定的线索 这些设计带来的效果是整体性的 雷达回波没有几个热点 红外画面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光点 飞机在多种传感器组合面前 都更难被确定成一个明确的威胁 这就是所谓的体系化隐身 不是把某一块做得很隐身 而是把整架飞机 在多数作战条件下 都压到一个更低的可探测等级 为了达到这一点 YFR-3的气动布局 结构做法 进气与排气设计 甚至表面处理工艺 都是相互配合的变量 而隐身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隐藏信号 舵面与外形冗余被压缩 飞机在近距离机动上的余量 不如机动围导向的机型 许多为了操控而保留的大开口 大翼烧和显著尾翼 在这里都要让步 与此同时 这种隐藏式的工程 增加了制造与维护的复杂性 深藏的进气道 与特殊的尾喷处理 对检修通道和换装周期 提出了更高要求 工程师在隐身和可维护之间 做出取舍 选择了隐身 作为YFR-3的核心价值 归根结底 YFR-3把隐身作为第一命题 然后把气动设计 热管理和结构一项项 对准这个目标 它不是为了在雷达上完全消失 而是为了在敌方感知链条里 拖慢时间 降低概率 让自己的出现 变成一次更短 更安静的时间 正因如此 当我们在画面里 看到那平滑的轮廓 和几乎无为厌的背影时 看到的不是一个失败的外形 而是一种明确的战术选择 用形状把生存力当成武器 YFR-3把速度 从一种性能指标 变成了一种战术手段 它追求的不是短促的爆发 而是能够在不使用加力的情况下 持续以超音速穿越战区 这就是所谓的超巡 对战场节奏来说 超巡意味着两个最直接的变化 把交战时间压缩到更短的窗口 以及把敌方决策链条的缓冲时间缩短 当一架飞机以更高的巡航速度 到达目标区域 预警 目标识别 导弹发射这些步骤 都必须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 防空体系不再有充裕的时间 去从怀疑走到确认 再到开火 时间被压缩 误差容忍度被降低 防守方的任何延迟 都会被快速穿透 对于进攻方而言 这是一层天然的生存保障 你出现得快 打完就撤 敌方很难在有限时间里 把你从照升中 确定为一个可以锁定的目标 实现这种能力并不简单 YFR-3的迁徙机身 和菱形翼并非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解决 跨音速阻力问题 它的气动线条 在跨音速区间 表现出更低的阻力曲线 这让飞机能用更少的推力 维持更高的速度 与此同时 进气道 机身强度和热管理系统 也都必须为持续高速服务 发动机需要在更长时间内 保持高效 机体要乘胜更久的热复合 材料与结构 必须兼顾强度与清量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权衡 为了追求超寻 设计上通常会牺牲 一部分极限机动能力 更窄的舵面 更平滑的外形 有意压缩的气动鲁鱼 都意味着 在近距离格斗中 已都不具备那种 翻云覆雨的机动性 设计者的判断 是基于未来战场的优先级 与其在近距离格斗中 赢得一场局部较量 不如减少被发现的概率 从根本上 避免进入那场空战 发动机的选择 在这里尤为关键 高推力可以带来 必要的加速 与短时间的速度优势 但如果为此 付出的是更高的燃油消耗 或更大的红外签名 那就与超寻的战略初衷相搏 因此 YFR3的设计更倾向于 在巡航经济性 与推力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要在需要时 冲出速度红线 也要在常态任务中 尽量保持低可探测 与高续航 超寻带来的另一个实际效应 是战术编队 与任务时间表的改变 以往发动机油耗 或加力依赖 会限制任务半径 与制空时间 超寻则把打击圈 往外推 同时也压缩了 敌方的反应节拍 这种打法 最适合执行穿插 敌方防区 快速进出打击点的任务 而不是在敌方 腹地打持久战 把这些因素拼凑起来看 YFR23的速度策略 并非单纯追求最快 而是在战术时间尺度上 重塑交战规则 它用持续的高速 把敌人的判断时间 变成弱点 它以更短的出线窗口 和更长的打击半径 提高生存概率 这种思路 对后续战机设计的影响在于 速度不再只是表演中的亮点 而是战略选择的一部分 在信息化 与密集防空的战场上 能快到何种程度 有时决定了能否活着回来 YFR23 在技术上有它独到的答案 更低的可探测性 更高的超寻效率 更安静的热特征管理 可在竞标桌面上 胜负不仅由谁的数字更好决定 还要看谁的设计 更能被整个军队体系接受 从飞行员训练 维护保障 到产业链产能 甚至政治 与预算的连锁反应 都会被纳入那个最终的判定 首先 是作战需求的权重问题 空军在审视未来对手时 既担心密集防空 也担心近距空战 YFR23 把首要目标放在不被看到 和更快的进出战区 但评审中有声音认为 即便面对密集防空 战机也不能放弃 关键的近距离防御能力 F22 在机动性与格斗保底方面 给了平衡者一种更保险的感觉 它的推力适量化和机动性能 意味着 在最坏的环境下 飞行员还有更好的自保能力 换句话说 F22 看起来在多种极端条件下 更不容易暴露短板 这对倾向风险规避的采购决策 非常重要 其次 是技术成熟度 与可量产性的问题 YFR23的很多隐身 与这管理细节 需要复杂的制造工艺 和高精度装配 深藏的进气 与特殊尾喷设计 对生产线与后勤维护 提出了高门槛 评估者要看的 不只是原型机的飞行性能 还要把这套东西 从小批量变成常态化 大规模服役 所需要的时间 成本 与风险 在这一点 F22的设计 在可制造性 与后续改装路径上 被认为更稳妥 更容易与现有工业体系衔接 第三 产业与政治因素 同样在起作用 军工采购 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问题 承包商的供给能力 生产管理经验 现有的供应链关系 以及与国防体系内外的 政治连结 都会影响决策 洛克希德 在这类大型战机的生产组织 与产业整合上 具备长期积累的优势 决策者 在面对未来预算 与维护保障承诺时 往往会把这些现实因素 纳入权衡 还有一次性试飞与评估中 展现出的可感知差异 YFR3的速度 与隐身数据吸引眼球 但在一些飞行员 与评估场景里 FR22那种 你能在近距离 保住自己的手感 更容易被写进评估 飞行员的直观偏好 试飞时的操控感受 会在最终评分中放大 当决策 需要给出一个面向 几十年的平台时 那种在最坏情况下 还能做到什么的事实 比一时的速度峰值 更能打动评审 最后 维护与生命周期成本的 担忧不可忽视 设计的越极端 维护成本 和地勤负担往往越高 对于一个打算 列装数百架 服役几十年的平台来说 长期的维护可持续性 零件更换周期 与机率维护能力 都会成为决定性的负担项 YFR3虽然在试验阶段表现亮眼 但把它放进大规模服役的矩阵里 所暴露出来的不确定性更大 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 YFR3并非因为单一技术上的缺陷而失败 而是因为在一场需要兼顾性能 风险 产业 与政治竞标中 评审者选择了看上去更全面 更安全的路线 这种决定 反映的是一种对可控性的偏好 宁可选择一个在更多场景下 都不至于崩盘的方案 也不愿意压住于一套 虽然在若干维度上更优 但在其他维度上 带来更高风险的全新路径 这并不是对YFR3的否定 恰恰相反 它的很多理念 后来被吸纳到后续设计与战术中 败选只是把它放在了另一条时间线上 让它成为一个被引用 被借鉴的一段技术遗产 而不是一条直接延伸的生产线 决策里常有妥协 这一次 军方选择了他们认为 在未来几十年里更可控 更稳健的那条线路 首先 作战节奏将明显偏向速进速退的战法 拥有稳定超新能力的机队 可以把打击圈推得更远 编队打击会更多依赖于短时间的穿插行动 几个机群以更高巡航速度穿插过敌方的预警线 准确投放精准武器后迅速撤离 指挥链和任务规划 会把时间窗口当成首要变量 预警数据目标识别与武器释放 必须在更严格的时间内完成 防守方的被动雷达与远程防空体系 会发现自己被时间击败 不是因为导弹不够 而是因为决策链被压缩得无法准时 把威胁拼成可打击的目标 其次 训练与战术手册会随之调整 飞行员训练会把超寻战术 能量管理和编队高速机动作为核心技能 近距离格斗训练重要性相对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完全放弃 相反 战法会更强调 在遭遇近距对抗时的生存策略 与编队互助 空中加油 航路规划与维护节拍也会被重新设计 以保证这些高速编队 在战略距离上有持续投送能力 在雷达与对抗技术方面 既然敌机更倾向以速度与隐身短时间出现 对手的雷达网就要发展出 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识别的能力 更快的信号处理 更高频次的数据融合 以及对抗性更强的 被动与多普段探测手段 电子战的角色因此更为关键 不再只是干扰敌方雷达 而是成为拉长识别链条 产生错误拼接的工具 从外探测 被动升学及多静态雷达网络会被加速部署 以弥补单一雷达在短时间窗口里的识别盲点 产业层面 YFR3的大量服役将倒逼工厂与供应链改造 更多精密装配 更复杂的隐身材料 更频繁的地面维护资源需求 会让后勤成为制胜的拦入府 长期看 这种设计会推动维护工艺的革新 快速更换引身组件 模块化进气 尾喷单元 以及更高效的地形检修流程 会成为新常态 换句话说 产业链会从以量产为核心 逐步转向以高度复杂维护能力为核心的运行模式 最后 战略与外交也会感知到这种差异 服役后的YFR3战机 若在实战中显示出 高概率生存与突防成功 盟友的战术采购偏好可能被改写 部分国家会追随这种速度 加隐身的路线 而对手则会投入更多资源 发展能在短时间窗完成目标识别的雷达与拦截链条 长期的军备演进 会在更高速度 更短时间窗的突防 与更快识别 更精准拦截之间 形成新的军备竞赛态势 总的来说 如果YFR3胜出 空战的重心会更偏向于时间与概率的博弈 更快的出现 更短的暴露 更讲究编队节奏与传感器敏感度 它不会让近距离格斗消失 但会降低能力战斗成为常态的可能性 它也不会让防空体系彻底失效 会迫使防守方用更快 更智能 更融合的手段 去弥补时间窗的劣势 YFR3并没有消失在技术演进的尘埃中 它的很多设计理念并非石沉大海 而是像技术的断面 被后续项目在不同形态下吸收与再利用 超寻思路 体系化的热管理 以及为了隐身而让位的气动取舍 这些都成为后来工程师在不同平台上 反复提及的设计方向 更重要的是 YFR3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方法论的示例 当一个威胁维度上升到决定性的权重时 工程选择会为了那个维度重构整套体系 这既是勇气 也是代价 它提醒我们军用设计不只是技术竞赛 也是对未来战场优先级的下注 某条路径可能因为短期的可攻性偏好而被放弃 但其内涵的思路可能在未来被用在更合适的时间与场景中开发结果 当我们在博物馆里远远望着那台静静展出的YFR3原型机时 看到的不是失败的残骸 而是一段曾经被大胆试验过的历史 历史不是直线推进 技术遗产常常通过被借鉴被改造被拼接的方式回到舞台中央 YFR3的真正价值或许不是它是否云集了战争的胜负 而是它为后来者提供了另一套问题的答案 有时候把生存作为第一要务本身就是一种革新 我是Jason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 下期想看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